《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林兒和靈鏡哥 各位網友,你好!我是Kathy 今天會講到《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25 中國人很多都熟悉觀世音菩薩 當時佛同無順義菩薩說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虎虎 文時觀世音菩薩一心清明 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升皆得解脫 無論你是大火、水浸、種種危難 只要你念觀世音菩薩都會來救導你 其中在三千大千國土 到處都有那些怨賊 有一位商人帶著其他商人 帶著貴重的寶物 經過一道險惡的道路 其中有一個人就說 你們不用怕,好像船就沉 他就說你只要和我們一心唱念這個觀世音菩薩名號 那這位菩薩就會施以你無所畏懼 以及也得到解脫 那那些商人就異口同聲 就說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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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歸命於觀世音菩薩的意思 於是他就送到自己頸上的價值百千萬的珠鏈 送給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就不想接受 因為他救到眾生就不是為了要得到些什麼的 那時佛就跟他說 你敏念眾生故你接受 觀世音菩薩接受 就是將他這個頸鏈分成了兩部分 一部分就送給佛陀 一部分就送給多布佛陀 觀世音菩薩就有33種變化身 妙音菩薩就有34種變化身 所以只要你一心清念觀世音菩薩 無論你在部位急難之中 都能施無畏 念彼觀音力 就是各樣都能夠化了這些危難 無論是生老病死苦各樣都可以 所以就具一切功德 慈眼是眾生覆罪海無量 事故應鼎麗 我們聽了這個觀世音菩薩品 其實就是一個普門的事件 就是我們初時學佛 可能你會有什麼危難的時候就求觀世音菩薩 但是當你學了佛之後 你就會自己想學習做觀世音菩薩 去幫助其他人 這樣 而這個普門就代表它能夠變而不同的 仍然得到它可以變而不同的能力 若有眾生文是觀世音菩薩品 自在之業普門示現 神通力者當之是人功德不少 就是說如果有眾生聽到這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時候 他就會得到這個自由自在的作用 亦都是普遍示現了不同的姿態和神通力 可以知道這個人是多麼厲害的 講完這個普門品的時候 眾中有8萬4千個眾生 佳法無等等 阿紐多羅三妙三菩提心 就是說佛陀講完這個普門品的時候 然後大眾當中的8萬4千眾生 都發起了追求這個無上正等正覺的心智 就是說都希望成佛 都希望可以幫助到人 以及在人有危難的時候伸出援手 無論你是一句鼓勵 叫他不用怕、思義無謂 還是你真的能夠有能力幫助其他人 大家都可以學做觀世音菩薩的 南無二零靜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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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二零靜音菩薩